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食物跟水这种生活必需品 另外 阳光与空气 甚至是交配权 也是生物间竞争的资源 咦 为什么要竞争交配权呢 透过繁殖可以将生物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所以生物们才要竞争交配权哦 像是公路之间会用头上的脚打架 赢家才能跟母路交配繁衍下一代 就是生物竞争交配权的例子之一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竞争只会发生在同种的生物之间咯 只要是争夺相同的资源 就可以算是竞争 以非洲大草原为例 大象与狮子会为了水源大打出手 像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 称为种间竞争 如果同种生物发生竞争 像是生活在同一个棲地里的斑马 为了生存而争夺棲地上的青草 这称为种类竞争 那我昨天钓到的鱼 跟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感觉不太像是竞争耶 你没有跟鱼争夺相同的资源 所以不算是竞争 而我们昨天是为了吃鱼才去钓鱼的 在大自然中 生物以其他生物为食 就称为掠食 像是老鹰抓小鸡 大鱼吃小鱼 都是掠食的例子哦 那有没有生物彼此之间 一起生活的关系呢 有啊 依据生物间的利害关系 还可以分成三种哦 寄生 便利共生 与地利共生 可以请你说得更清楚一点吗 以寄生为例 我们人类是蛔虫的宿主 如果误食了含有蛔虫卵的食物 蛔虫就有可能寄生在肠胃道 并吸收小肠的养分 甚至造成肠道的损伤 哇 感觉很恐怖 所以要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避免被蛔虫寄生哦 诶 那么大海里 鲨鱼与印鱼的关系 也是寄生吗 印鱼可以牢牢地吸附在 鲨鱼的身上 以鲨鱼吃剩的食物为食 不会与鲨鱼竞争 另外 印鱼体型小 重量轻 不会造成鲨鱼的负担 不过 印鱼也没有为鲨鱼带来好处 因此它们是便利共生 原来如此 那大自然中 有什么互利共生的例子吗 像是蚂蚁与牙虫 牙虫是许多烈食性昆虫的 掠食对象 为了自保 牙虫以其尾部分泌的 密录为保护费 聘请蚂蚁 当它们的保镖赶走掠食者 下列何种生物间的交互作用 与其他不同 A. 狮子与羚羊 B. 食蚁兽与蚂蚁 C. 蓝鲸与鳞鲨 D. 人与头狮 正确答案为D 原来如此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生物间的交互作用 来改善生活吗 这题难倒了少数蛙 于是他们去办公室找生物老师 老师 我们能利用生物来改善生活吗 当然可以咯 你们想想 农田里是不是有害虫会损害农作物 对啊 农民们的辛劳都被他们毁掉了 使用农药或杀虫剂 就可以减少害虫的数量吧 可是 这些农药跟杀虫剂 可能会残留在农作物上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会吃进我们的肚子里 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如果不使用农药或杀虫剂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病虫害呢 可以借由害虫和其天敌的掠食或寄生等生物间的交互作用 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这种方法称为生物防治 哦 原来如此啊 那目前有哪些生物防治的例子呢 以病虫害为例 将贫富小枫引入龙眼荔枝果园内 它们会在荔枝春象的卵中产卵 孵化后的小枫幼虫寄生在春象卵内 以卵为家与食物 减少荔枝春象的数量 保护果树 那生物防治除了可以解决病虫害 还能处理哪些问题呢 以传染病为例 户外的积水容易滋生蚊子的幼虫解决 水中放入捕食解决的斗鱼 能减少病没蚊的数量 降低登革热的传播率 看来生物防治大大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也降低了对人体的危害 似乎是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生物防治也是有缺点的 以原产于美洲的海蝉除为例 澳洲将它们引进 以解决甘蔗害虫的问题 然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也因为它们在澳洲缺乏天移 在当地大量防治 严重影响当地物种 所以进行生物防治前 需经过审慎的评估哦 下列有关生物防治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B. 可以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C. 不会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影响 D. 只能利用生物间的捕食关系 正确答案为B. 生物间的交互作用有五种 分别为老鹰抓小鸡的掠食 争夺资源的竞争 对一方有利 而另一方没有影响的片力共生 两方都有利的互利共生 以及一方有利 一方有害的寄生 生物防治 1. 利用掠食与寄生 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2. 优点 降低化学药剂的使用 避免药物残留在食物上 间接减少人体接触药物的机会 3. 缺点 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且亦受多种生物与环境因素影响 4. 使用前需经过审慎评估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登革热是以蚊子为媒介传播的疾病 若是减少蚊子的数量 就可以阻断登革热的传播途径 试着从生物防治的角度去思考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此疾病的传播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